大家好 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 及Web监控系统的课程 上节课带大家完成了前段页面的所有的一个展示功能 分页啊,排序啊,还有就是画统计图的一个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去完成了 这节课我们开始 完成它的一个配置管理的一个页面 就是我们管理每个App点这里 它会进入一个管理页面配置它,它应该做什么,比如说 当它看一下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上面我是展示它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名字,host 最后的一个次更新的一个时间 状态,然后group,group我们是可以更改它的组的 个other,比如说我们改成YouTube这些 还有个period,周期,就比如说 这里面看一下 有1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说 我这个程序 比如说一个小时没有发信息过来了 我就证明 你这个程序已经没脱离了我这个monitor的监管 可能你这个程序就挂了,是吧 当app is inactive,就是说脱离管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发邮件告诉某个人 就说你应该去查看一下这个程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我们 可以直接 build jinkins job 就直接可以通过 访问jinkins,直接去重新boost它,或者通过 sh到服务器上面重新启动啊,它这些 这里达错了,两个今天是做不去了 删了一个,等一下 或者我们可以配置,当它的状态 从ok变成critical的时候 它应该做什么 这些是我们从程序里面自己配置的 比如说,我查看我们的sale,比如说它超过了90% 我就发一个critical过来 发给monitor,它的状态就会从 比如说就从ok变成了critical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也可能是发送邮件给哪个人啊 这些 还有buildjinkins job,重新部署一下 或者什么 当然这个可能应该不会 选择 看,针对某个程序 自己确定应该做什么吧 然后这个页面我是写死的,你们应该写灵活一点 因为 我没有 仔细去设计页面嘛,我们重点也不是在页面上 所以说,只要是给大家展示 可以有这些功能,我们应该做什么 是吧 看一下我们具体怎么实现的,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这个页面,我们完成扎展了之后,有一个inlead data 去得到数据,看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首先 首先我们到这个页面来了之后,我们要得到 到底是哪个app,是吧 我们app的id是在这里面,是1 所以说,我们要得到他的id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window.locusing,这里可以得到他的 url,然后我们解释他的url,进行一个拼凑 就 调用这个api,去得到 app 他的一些配置啊,所有的拿出来 然后付给这个app,我们就有的 这个app这个对象,我们可以得到他的 name host,我们这里只有host id是吧 但我们要怎么得到host的name呢 这里 再看一下 我们这里加载完了之后 我这又去拿了一下 所有的group把它拿出来 所有的host拿出来看一下 apihosts,groups 拿出来了之后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方法 gethost by name by id 看一下这个方法在这里面 首先我说循环这个host的这个list 就当他们id相等的时候,我们就 返回name,返回回去 这里面就显示了他的name 看一下,这里面就显示了local这个name,因为 这里面就是local group也是一样的 Data他的group也是一样的,首先看一下 Data所有的group,然后复制一个grouplist 我们这里面用的一个 叫 框架叫bootstops -signit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段框架有很多,你们应该去 找一下什么框架比较适合啊,这些 看一下,也是有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项目 我们 看一下他的一些例子嘛 你们也要学会使用 强断的框架,当你们公司没有美工的话,你们就只有自己去用 因为实际问题嘛,我们这里只是 只是做演示,我就没有去设计的很好看了 也没有那个经历嘛 大家都懂得,简单就好 去看一下这里面有 还没加载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bootstops select 现在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些第3方的插件,就是基于bootstops 这边有一个大部风格,写的一些 你看,signit就是单选 这里面是 这里面也是单选,但是他要分了组的 分了组 这里面也是,这次就是多选 我们在这里面,你看我们加一个属性 它就变成了多选 这里面很齐选的一个功能 这是很好用的,很好看的嘛 是吧 这里面还有带search的一些功能 还有一些长度的这些 上面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强断的一些框架 好 我们继续 再看一下我们,我对这个config这个设计 怎么设计的 首先我们config有很多condition condition是个例子的 我们看一下,这就是condition oneapp is active,这是一个条件 当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些动作 条件,当状态从ok变成critical的,我们也可以做这些动作 这些都是条件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到时候我们可以动态的加 好,有了condition了之后 我们condition的一个配置就是,condition是一个对象嘛,一个name 它的name叫什么,比如说 这个我们就是,whenapp is active name可能就 写成我们通入程序里面的 我们这里可能再来一个 disclaim name是这样 是吧 我们可以反正把它取好一点嘛 就看你们这去嘛 还有config配置 condition里面,就比如说 当它是这个的话,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period 这个周期,我们看是多少一个小时 这里面,比如说这个config 这里面就有period one hour 我让我们 我们后面那时候有一个后台的程序去撒门这个config 进行 用这个时间 跟last update 这样比较 看它是不是 inactive的 当它满足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做它的actions 它有很多actions action就是这后面对应的 du的一个应该做什么的 然后actions这个对象 又是什么内容呢 比如说 name是ssh 比如说执行sssh的 然后sh里面 这个 那么叫这个 那么叫ssg这个action里面 还会有比如说哪个servia 这些哪些command 这些嘛 比如说另外一个 action叫sendemail 就是email2哪个 看一下 这些 还有一些 这些action这些我们也有很多 这里面我说简单 三种常用的一些 最后我们就全部的这个把它配置起来 配置起来保存到数据库 它的配置文件就完成了 就保存了 对每个app的一些常用的一些配置 这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常用的一些配置 大时候如果我们慢慢的做大的话 它功能就要完善 所以说action condition可能会更多 action也会更多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页面设计的很灵活 现在我都全部都是写死的 你们要想办法把它设计灵活 可能这些就 不是不应该是我们程序员想的吗 应该是一些美工啊 一些需求啊 这些 其他人专门做的嘛 这 看每个公司吧 然后所有的页面就大概就是这两个页面 我们就基本上都完成了 完成了对它的一些配置 然后 还有就是 当它保存了以后 保存到这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后台的一个程序去扫描它 扫描我们每个app的一些config 然后做一些相应的处理 发邮件啊 重启啊 build 这些是吧 这个我就不知道大家完成了 这些都是一些理论逻辑的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 思考一下怎么完成 应该 给大家说一个思路吧 就比如说我们就 丢来然后把它放在一个项层词里面 然后让它自己 慢慢的去执行 比较 有很多种方法吗 一般这种我们要用到多项层 因为它要随时去扫描 随时去做很多种任务嘛 看你们自己怎么设计 每个公司怎么设计 而且我就算带大家做出来了也看不到实际的情况嘛 因为 我也就只有一台电脑 而且不好 不好模拟 大概就页面就讲到这里 然后 后面我会带大家写一下测试 把测试写了最后然后我就 再结合一些 结合其他一些的一些脚本 然后结合这个monitor 结合金针斯 带大家统一的完全的走一遍 真正的实际上看 这个monitor 怎样 监控那些程序 怎么执行的 好我们这个后台展示 管理的这个页面就大概就到这里了 好谢谢大家 再见